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铁器去买 许有田打低镰刀锄头经久耐用 且所受价格公道良心 故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的铁器 许有田省吃俭用 靠卖铁器攒下十五两银子把董事取进了门 董事家靠近城郊 自小被父母宠溺 他渴望嫁入城里过好生活 却不要父亲得病身亡 家中失去了顶梁柱 董事虽然貌美 富贵人家却爱于门庭悬殊 都不愿意娶她为正事 董事又不愿意坐小 故而僵持不下 正在两难之际 恰逢徐有田上门提亲 董母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董事被迫出嫁 胸中憋着一口气 丈夫徐有田老是木讷 长得矮黑难看 虽有一双巧手 且对董事百般疼爱 却实在不能与偏偏公子相比 成亲之后 董事每日看着镜中自己的美貌 时常哀叹命运不公 苍天无眼 徐家有个邻居叫王阿毛 此人是徐有田的发小 王阿毛好吃懒做 虽身在农家却不是生产 整日过着闲劳公子的生活 好在王家有些祖产钱财 否则能否吃饱饭 都是问题 王阿毛有嘴滑舌 挣钱养家没出息 在人堆里起哄打闹 或者调戏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 倒是好手 其母见她不务正业 给她娶了一个妻子马氏 马氏凶悍泼辣 王阿毛在家里老实 出门后又放荡起来 丝毫没有管束 徐有田与王阿毛交好 时常往徐家跑 徐有田多次劝说 让她改过 王阿毛每次嘴上答应 一转身却忘得一干二净 自从董事进门后 王阿毛往徐家跑得更勤快了 一向懒惰的王阿毛 为徐有田家频频出力 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王阿毛垂涎董事貌美 几番交往观察后 查知董事不是省油的灯 于是买来小物件 投其所好 又有嘴滑舌的逗董事开心 徐有田常常一大早就出门 傍晚才收工回家 有时还要出门给老乡送铁器 大半夜甚至一两天才回来 董事对徐有田不满 王阿毛的出现 让他觉得日子有些趣味 王阿毛那一张油滑的嘴 像抹了蜜一般甜 董事乐得王阿毛进门 一来二去 王阿毛渐渐得到了董事的芳心 二人私底下关系暧昧 暗中往来频繁 十日一久 邻居们察觉有意 暗传风言风语 徐有田虽有所耳闻 却从不怀疑妻子出轨 也不相信发小会这样对他 只当是外人挑拨离间罢了 所以并不在意 光绪十年 1884年 春的一天 董事从城里吃酒回来 正巧徐有田出门送铁器未归 王阿毛又上门来了 这天董事却有心事 一个进而的生闷气 王阿毛忙问董事为何烦恼 董事说他在城中见到一种进口的香皂 表姐和好友都用上了 他也想买一块 却拿不出这么多钱 故而发愁 王阿毛眼珠子一转 心中暗暗叫苦 他从来不是生产 靠着父亲留下的产业做吃山空 钱都掌握在母亲和妻子手里 他也拿不出这笔钱来 但他又不忍心 见董事如此为难 于是变红董事说他去想办法 一定帮董事买一块香皂回来 王阿毛回家后到处借钱 可村里有谁愿意借钱给他呢 王阿毛没有借到一分钱 搭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 他不敢去给妻子马施药 于是趁母亲出门看病时 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钱 终于在母亲卧房里找到了一块阴阳 王阿毛拿着这块阴阳去找董事 双手递到了董事的手心 董事拿着这块阴阳 心中喜不自胜 问王阿毛这块阴阳从何而来 王阿毛说是找朋友借的 董事信以为真 拿着这块阴阳去买了香皂 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王阿毛圆了董事的香皂梦 在董事心中的地位更高了 王阿毛出入徐家更加频繁了 俨然如出入自己家一样 王阿毛的妻子马氏虽然凶悍 却不知丈夫在外的勾当 数日之后 王阿毛的母亲发现阴阳丢失 逼问儿子把阴阳偷去做了什么 王阿毛被母亲逼得无法 只好扯谎说把阴阳借给了徐有田家 王阿毛的母亲怒斥儿子无知 这块阴阳是他们家的保命钱 怎能如此轻易见人 王阿毛的母亲对儿子于董事的事情 也有所耳闻 不认为是董事唆使王阿毛道淫 王母一怒之下 跑去徐有田家门口大声辱骂 把董事骂成了青楼里的咬紧儿 王母指桑骂怀的骂了一上午 劝架的街坊听出话里有话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董事 也是看热闹不怕事情大 一些人见徐有田娶了美妻 心中极度眼红 也跟着起哄辱骂 董事虽爱慕虚荣 却还知道脸面为何物 再说他从小娇生惯养 在家里从未被父母则骂过一句 如今却遭到众街坊嘲笑辱骂 又痛恨王阿毛欺骗自己 一时想不开便上吊自杀了 徐有田在七八里外的村子送铁器 回到家时正巧撞见街坊 正在辱骂董事 徐有田愤怒不已 举起镰刀做出追砍邻居和王母的样子 这才吓退了众人 片刻之后 徐有田进屋一看 妻子已经上吊身亡了 徐有田得知妻子因王阿毛而死 于是冲到王家大闹 并声称要杀了王阿毛 为妻子报仇 又找来堂兄弟抬着尸体到王家去讨说法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王阿毛害怕了 连忙花钱请地宝出面调停 并答应出钱后董事 赔偿徐有田三十两银子重新娶妻 徐有田见董事已死 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不愿意再闹下去 想就此罢休算了 谁知王阿毛的妻子 马氏不同意 马氏素来泼辣凶狠 他认为徐有田是在趁机敲诈 又加上此事是王母引起 就该由王母负责 于是逼着王母到徐家拼命 王母虽然也是狠角色 却也惧怕儿媳妇马氏 马氏逼迫婆婆 饭菜不给吃 谁也不给喝 还一个进而的辱骂 王母被逼得无法 一怒之下竟然于半夜持刀来到徐有田家门外 他见徐家闭门不见 又不敢再回家去 竟然自问在徐家大门口 次日早晨 街坊们发现王母死在了徐家门口 立刻引发公愤 街坊们昨日见到徐有田持连刀追砍街坊和王母 徐又扬言要杀死王母 如今王母被杀死在徐家门口 徐有田有杀人嫌疑 此时又有街坊反应 王母被杀是被儿媳妇马氏逼迫所致 马氏忤逆之罪 万死难熟 街坊们于是分成两队 一队人去王阿毛家 捆父王阿毛夫妻去见官 一队人砸开徐家大门 抓徐有田去问罪 王阿毛见母亲自杀 又担心自己被宪令斩首 惊惧之下服毒自尽 马氏吓得半死 自知难逃一死 也在丈夫自杀后上吊身亡了 另一队街坊们冲到徐有田家时 发现徐有田已经不在家中了 四处寻找也不见下落 与此同时 帝宝也离奇失踪了 三日之后 村口的河里浮出两句难尸 一句是徐有田的 一句是帝宝的 帝宝的儿子得知父亲惨死 哭着说那天清早 他的父亲得知王母被杀后 曾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家门 当时问他急匆匆要去哪里 他说他曾为徐、王两家私聊此事 如今出了两起人命案 他难逃牵连 他必须去找徐有田说清楚 帝宝离家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想必是他约见了徐有田 二人发生争执打斗 双双跌入河里淹死了 村里接连死了六个人 已成为一桩巨案 县令立刻赶到现场勘验 并提审了街坊 又搜查了徐有田家 从徐有田家里搜出了 王阿毛平日送给董事的小物件 还有刚买来 没用过几次的香皂 还有一些散碎银子 县令根据街坊们的证词 和找到的物证 对此案进行了判决 王阿毛勾搭董事 偷来母亲私藏的一块阴阳 给董事买香皂 王母察觉后 跑去徐家辱骂董事 董事羞愧难当自杀 徐有田回家后 得知妻子死讯 抬示到王家大闹 王阿毛花钱请地保私了 约定赔钱和安董事了事 王阿毛之妻马是泼辣 不愿意花这笔钱 并把怒火转到婆婆王母身上 逼着王母去和徐家拼命 王母被逼无奈 找徐家无门可入 回家又要被羞辱 气愤之下自问身亡 街坊得知马是逼死婆婆 冲到王家要缉拿他们夫妻 王阿毛惊惧之下服毒自尽 马是知道南逃一死 也上吊自杀了 帝宝得知王母死后 担心牵连到自己 于是把徐有田约到河边商量 期间二人发生冲突 打斗中双双跌入河里淹死 这六条人命的案子 都因一块阴阳而起 由于所有涉事人员均已身亡 故而不作追究 古有三桃杀两世 今有一银杀六人 一块阴阳银饼 引发了这起连环奇案 此案之离奇 可谓是稀释罕见 其实并非阴阳有错 而世人有错 世人太贪太狠 这才酿出了这桩离奇的案子来 徐有田 王阿毛两家一夜之间被灭门 着实令人可叹 古往今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